你好,我是犀牛 截止到27号,本周二 加拿大已经收到了6600多万剂疫苗 特鲁多宣布 加拿大目前已经有足够的剂量 为12岁及以上所有符合条件的人接种两剂 可以加快下级一针,秋季两针的计划了 根据CTV News的疫苗跟踪数据 目前已经有80%的人接种了一剂 63%的人接种了两剂 现在,政府需要推动那些对打疫苗犹豫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为接种的人士 特鲁多希望那些不愿意接种的人 多想想自己的亲友、孩子 以及一直在第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 更何况,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的新增病例 都来自还没接种或者只有部分接种的人 另外,随着研究新冠病毒的深入 专家越来越相信它不是像流感那样 好了就好了 新冠病毒的影响不仅非常长久 而且会有强大的后遗症 根据研究 感染者体内的新冠病毒 有可能会演化成一种新一代的脊髓灰质炎 也就是常说的小儿麻痹症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疫苗发明之前 它曾经导致了数万加拿大人瘫痪 即使是幸存者 也会得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后综合症的疾病 会导致长达数年的肌肉无力 严重疲劳和关节疼痛 我们都可以看到新冠病毒的确会带来类似的效果 神经科学研究机构Viral Neural Exploration 在调查了一千名新冠康复患者后 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在感染后11个月 仍然有后遗症 其中脑雾 英文叫Brain Fog 指大脑难以形成清晰思维和记忆的现象 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头痛、头晕和焦虑也有明显的出现 根据记录 这些患者康复后 有近一半的人曾经去过五次诊所接受治疗 六成的人说他们的症状 曾经迫使他们至少一次离开工作长达几周 一句话点评 面对新冠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病毒 我们要相信科学 打疫苗也许会有风险 但是这种风险 对于不打疫苗而带来的危害 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好 好